25号晚上,韩国警刚以涉嫌违反毒品类管理相关法律为由,对全智龙进行立案调查,这一消息让整个韩网都炸锅了。 沉默了一天,全智龙正式回应了。 10月27日清晨,全智龙通过律师金秀贤回应涉毒被调查。 我是全智龙,首先,我没有吸毒的事实,不过,因为我们知道很多人都很关心,所以我们会积极配合调查机构的调查,更加忠实地开展工作。 在声明中,全智龙抢硬否认了自己涉毒的指控,并表示自己愿意积极配合相关部门的调查,以消除公众的疑虑。 韩网10月25日报道,韩国人川警察厅以违反毒品类管理相关法律的嫌疑,对韩国流行音乐男歌手全智龙进行了不拘留立案。 此事一时成为社交媒体的热议话题,而其前搜署经纪公司YG娱乐则表示,由于全智龙已不再是旗下艺人,因此不方便对此事做出回应。 全智龙本人并没有回应,而在26号凌晨大量点赞了一位网友的INS,当中包括一张7年前他转过发的图片,上面写着,我无法再应付任何人了。 虽然全智龙通过律师发表声明否认涉毒指控,并愿意积极配合调查机关的调查,但这并不意味着事件就此结束。 这一事件仍在持续发酵中,引发了韩国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,让人们开始重新审视韩国娱乐圈的发展和道德问题。 韩国娱乐圈的道德标准和价值观需要得到进一步的提升和改善。